罗根没有理会转身就想离开 结果被男人一把拉住 这时罗根身边的狗狗在那叫个不停 男人见状立马掏出手枪 但这根本难不倒训练有素的罗根 他瞅准时机迅速抢过手枪 然后将其拆分 阻止了这场闹剧发生 罗根本是一名退伍军员 不久前他在战场上发现一张女子照片 也正是这张照片让他从此踏上了幸运之旅 可正当他起身打放回去时 一枚炮弹正好击中刚刚坐的地方 巨大的冲击力将他震晕了过去 其他三人都不幸死亡 只有罗根幸运地捡了一条命 罗根拿起照片 看着上面写着注意安全四个字 他明白家人的祝福 对于那个士兵肯定很重要 于是他想要找到施主 将照片归还给他 可是询问了很多人 都没有一个人来认理 他只能把照片暂时放在身上 历经几个月战争终于结束了 在他们撤离的时候 队友都说要是没有这张照片 罗根不可能活下来 他欠照片上的女人一条命 回去一定要找到他当面表示感谢 罗根听着不以为然 结果下一秒 又一枚炮弹朝他们袭来 和上次一样 只有罗根幸存 或许是照片有种魔力 让他两次安然无恙地 从战场上活了下来 又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罗根背着包袱 回到了从小生活过的地方 因为长期受到战争的折磨 他患上了严重的战后综合症 电视里游戏打斗的声音 都能把他吓出一身冷汗 姐姐看到这一幕惊呆了 劝他去看下心理医生 但罗根脑海里却只想着照片里的女人 他十分好奇为什么只有自己活了下来 于是在电脑上查找照片上的灯塔 发现是路易斯安那州汉顿的河岸灯塔 为了找到答案 第二天一人一狗便踏上了未知的旅途 在旅途期间 他没有乘坐任何的交通工具 几经辗转 他终于找到照片上的白色灯塔 很快在一家酒店找到了想要的答案 原来女人叫丽莎 和外婆经营着一家宠物店 罗根马不停蹄地打了过去 就在他四处打量以为无人时 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 从阳光下走来的丽莎 比照片里更加美丽动人 这让罗根一时看得目瞪口呆 他刚想从包里拿出照片表 表明自己的来意 丽莎的一个电话打断了罗根想说的话 他的宠物旅馆非常忙碌 没办法连家里的外婆都被叫过来帮忙 他以为罗根是来训练狗狗的 但他觉得贝拉很乖 根本不需要训练 罗根想直接拿出照片表明来意 结果先一步抽出了广告传单 这让丽莎误以为他是前来应聘的 随后便说了一堆上班须知 还拿出一张招聘简介让罗根填写 听到这丽莎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表哥都不让他填了 他认为罗根一定有问题 谁会这么远来给狗狗清理分别 听到出现有问题 找上人为购乱 怎么能那些人 乘至凌特辉乨他加的价志 我敢不告诉你 我走过 你走过 你走过过来 你从凌特辉乨他走过来 我想过去 我喜欢走过去 于是让罗根等一下 随后自己走了出去 并告诉外婆把这个疯子赶走 外婆走进来开口就问 你神象吗 我扶你的 прош吵 我老婆以为你神象草 不要 看着罗根有丰富的训斗经历 于是把他拼用了 为了能生活在这里 罗根拼命地工作 随手就把狗舍破旧的房盐修好 还修好了荒废已久的拖拉机 把院内的杂物清理了出去 甚至有条不紊地给狗狗喂食 把狗舍打扫得一尘不染 外婆看到后感到非常满意 可丽莎对罗根的印象却很不好 在工作时 罗根总是直勾勾地盯着他看 这种眼神让丽莎感到不适 却不知每当罗根看到丽莎 他饱受战争摧残的心灵就会获得平静 随后 罗根在附近租了一间破烂不堪的房子 他打算先住下来 等以后有机会再告诉丽莎自己的爱 他经常带着贝拉在森林里散步 这天他走在桥上 看见凉亭里的小班在拉小提琴 罗根毫不吝啬地夸赞 大大的增加了小班的信心 瞬间也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 晚上小班不顾妈妈的阻拦 邀请罗根一起吃饭 饭后他们一起下棋 让丽莎感到惊讶的是 性格内向的儿子 竟主动给罗根表演魔术 看到儿子对他的喜爱 丽莎对罗根有了很大的改观 主动告诉他 离开时 罗根支支吾吾地想要说出照片的事 却不知怎么继续说下去 可这天 一辆警车突然驶入院内 紧接着一个男人戴着墨镜大摇大摆走了进来 他是丽莎的前夫 父亲有权有势 让他显得十分嚣张 男人见到罗根显得十分惊讶 瞬间敌一席卷全身 二话不说就让他双手放在桌子上 否则就进橘子喝茶 随后拿出证件检查了起来 看到罗根是一个军员 这才转身离开 虽然俩人离婚了 却阻止不了前夫变态的控制欲 有权有势的他 经常用儿子的抚养权做威胁 牢牢地将丽莎控制在自己的一门三分地 前夫带着丽莎来参加州长父亲的竞选派对 丽莎想反抗也无可奈何 他害怕失去小班 只能带着他圣装出席 在他的心里小班就是一切 这天是丽莎弟弟的季日 他和外婆带着鲜花来到墓地 回到家后 丽莎坐在花园椅子上一动不动 看着院子里的场景 他想到以前和弟弟在一起温馨的画面 丽莎终于绷不住了 拿起剪子就是一顿乱截 把自己对弟弟的思念都发泄在花上 随后他将花盆扔在地上 瞬间四分五裂 罗根健壮急忙冲上前抱住丽莎 他无力地抽气着 心情逐渐平处地他告诉罗根 弟弟的死因一直都是个名 有人说可能是受到有军物击 调查一直拖到现在都没有进展 弟弟死得不明不白 这让丽莎一直无法接受 仿佛还历历在目 但想到儿时弟弟把自己的书 嵌入缝隙中的场景 丽莎又笑了起来 罗根将她抱在怀里 丽莎渐渐地对罗根有了好感 莫名的情绪在她心里开始蔓延 外婆察觉到了孙女的异样 于是她主动找到罗根 外婆询问她对丽莎的看法 罗根说丽莎是面恶心善 其实她一点都不凶 外婆听后微微一笑心中有了答案 罗根在干活时 丽莎总是在屋里看得聚精会神 果然是陷入了爱河 看罗根的眼神充满爱意 外婆看到她这个样子 对丽莎打趣道 尴尬的她迅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罗根几乎彻底融入了丽莎一家 狗舍被打理得井井有条 她与小班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好像是真正的一家人 每天都欢声笑语 但很快丽莎就被拉回了现实 前夫再次出现了 她是来带小班去参加慈善比赛 丽莎不敢拒绝 只能请求前夫照看好小班 可当前夫他们回来时 小班鼻血流个不停 才知道她是被棒球砸中的 丽莎把儿子支走后 指责前夫为什么照顾不好孩子 前夫表现得不耐烦 转身就走 丽莎追着抱怨了几句 结果 前夫的咄咄逼人让丽莎感到害怕 在这个时候 罗根出面替丽莎解了胃 而她与前夫的梁子也在此跌下 随后罗根走进屋 询问丽莎为什么不带着儿子离开 但是丽莎知道 如果他们离开了 自己就会彻底失去小班的抚养权 但是罗根的一句话 像一股暖流席卷丽莎全身 这是她许久未曾体会过的感觉 看着罗根转身离开的背影 丽莎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情绪 冲出门外叫住了罗根 晚上丽莎告诉外婆 自己要和罗根出去 而外婆嘴角上扬 将一切都看在眼里 丽莎先带着罗根来到码头 面前的一艘小船 乘载了她的同年 随后两个人登了上去 丽莎的父母很早就出车祸去世了 所以除了外婆 只有弟弟和她最亲 罗根提议每天开出去走走 可惜小船年久失修无法开动 后来他们一起来到海边的餐厅 两个人都侃侃而谈 聊着彼此感兴趣的话题 随后丽莎开车送罗根回了家 分别使两个人气氛变得暧昧起来 可就在他们好不容易深情对事时 一辆警车竟然出现在这荒叼野里 很明显这是前夫的手下 这是一种警告 前夫不想让两人在一起 丽莎只好开车离去 在小班八岁生日这天 对罗根怀恨在心的前夫找到丽莎 威胁他把罗根赶出去 不然就把小班带走 丽莎内心十分恐慌 但是儿子就是自己的命 自己不能失去小班 他只能对罗根下注颗礼 看着小班熟睡的容颜 又想到自己和外婆的对话 这次丽莎决定勇敢一回 于是开车带着小班来到前夫家 他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 说完的丽莎感觉压在心里的石头终于没有 浑身元气满满 随后丽莎直接来到罗根家 他义无反顾地投入罗根的怀抱 这一刻 两个相爱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他们的生活变得十分甜蜜 在罗根的陪伴下 小班的情迹突飞猛进 在教堂上小班为大家表演小提琴 不仅得到了所有人的掌声 小伙伴们也对奇瓜目相看 丽莎更是听得热泪盈眶 看着丽莎和罗根牵手离开的背影 前夫怒火中烧 恰好此事朋友告诉他 当时酒吧有个家伙 拿着丽莎的照片到处打听 就是眼前的罗根 听到这里他的眼睛都绿了 于是拿着照片找到丽莎 他一眼就看出照片是自己给弟弟的 前夫不断地给丽莎洗脑 说他可能就是杀害弟弟的凶手 特地前来赎罪 听完前夫说的话丽莎果然相信了 罗根回到家发现房门被人撬开 桌子上丽莎的照片也不翼而飞 他本想去问丽莎是不是他拿走了 可话还没有说出口 丽莎就开始质问他照片是从哪里来的 因为这张照片弟弟一直随身携带着 罗根没有办法只好说道 可一时间丽莎还是难以原谅罗根 他认为这张照片本该守护自己的弟弟 紧接着丽莎生气地把他赶走了 随后罗根带着工具再次登上了小船 他想在离开前帮丽莎把小船修好 作为送给他的分别礼物 暴雨连连的晚上 外婆与丽莎在家中探讨 他认为罗根捡到照片是命中注定 可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前夫再次找到丽莎 他希望能和好 贝斯果断拒绝了他 前夫听后突然变得暴躁起来 他扬言现在就要把儿子永远带走 小班听到自己要被带走 害怕地从家里跑了出去 前夫发现小班离开了急忙去追 慌乱中小班跑上一处吊桥 但在暴雨地冲刷下木桥的绳索突然断裂 尽管前夫紧紧抓住绳索 可小班还是在往下掉 他害怕地拼命呼喊 突然支撑木桥的树木倒塌 狠狠砸在了前夫腿上 冰冷的河水加上刚刚的重击 让前夫感到生不如死 可他还是强忍剧痛游到了小班身边 正在危急之时 恰巧被罗根看到 他让罗根先把小班就上岸再来帮自己 罗根抱起小班向河岸游去 结果还没等罗根返回来 上面的小木屋轰然崩塌 将丽莎的前夫砸在水里不幸去舍了 回到家的罗根准备收拾行李离开 却意外在小班给的书中 发现了丽莎弟弟的照片 他一眼就认出照片上的男人 原来就是那碗被炸弹击中的忠实 丽莎的弟弟是为了保护队友不幸被敌军击中 他是个名副其实的英雄 罗根决定把弟弟的死因告诉丽莎 并将弟弟的照片交给他 说完便背上行囊准备离开这里 这时身后的丽莎却叫住了他 两个人深深地抱住了彼此 对罗根来说 照片就是他寄予生的希望 只要内心心存感激 他就会化作一股强大力量 甚至会产生奇迹 给我们带来幸运